一个声音朗朗传来 林墨宇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场中 同样朝着敌皇抱拳祝贺 祝贺前辈 突破超神 敌皇立即抱拳回礼 老夫能突破超神 还要多亏小友 林墨宇笑道 这是前辈努力使然 与晚辈关系不大 敌皇更显客气 老夫有一说一 而且打者为师 小友可是比老夫更早一步成就超神 按理来说 我才要叫你一声前辈才对 众人哗然 他们这才知道 林墨宇竟然已经突破了超神 比敌皇还要早一步 孟安文三人眼中流露出惊讶之色 他们三人早知道林墨宇能突破超神级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至于别人 早就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这要天才到什么地步 才能以不到三十的年龄 突破到超神级 林墨宇的天才 非常人所能及 当追也追不上的时候 极度就不会存在 剩下的只有羡慕 一番道贺之后 林墨宇把敌皇和孟安文 白义远 以及严狂生三人叫到了一起 敌皇前辈 老师 我要走了 第872 好好睡觉 等魏夫唤醒你们 星光之路有些事不能告诉别人 但有些事 又必须告诉别人 林墨宇即将离开的是 暂时不方便告诉天下人听 可孟安文三人必须要知道 在林墨宇心中 他们是自己的亲人 而且林墨宇也与孟安文三人 提过沉睡之关的事 他们三人都没打算要走 为此林墨宇尊重他们的选择 并且在成为世界之主时 把一部分世界之力 落到了他们身上 这样一来 他们或许有机会突破到超神级 弄不好 双方还会有在相见的时候 至于敌皇 在自己走后 敌皇就将成为人族世界的最强者 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 敌皇都将是定海神针般的存在 孟安文三人看着林墨宇 久久无言 林墨宇从他们的眼中看到了不舍 那种就像是自己的孩子 即将远行 即使白亦远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 可在他眼里 林墨宇同样也是自己的孩子 白亦远和阎狂生这两个老家伙 眼眶都有些湿润 敌皇哼了一声 你们两个家起来都二百岁的人了 别这么婆婆妈妈的 只有离开这个世界 才能攀登向更高的地方 你当老子不想走吗 老子是没能力走 怕死 有本事 你们也修炼到超神三阶 也离开这个世界 敌皇如同教训后辈一样 教训着他们 七八十年前 敌皇就是这样教训他们的 孟安文看着林墨宇 只是轻轻说了一句话 一切小心 所有的话都融在这四个字中 回到自己庄园 宁依依四人还没有回来 庄园中空无一人 里面仅有的几位下人 也在前几天离开了庄园 林墨宇一个人回忆着 回忆着自己转职以来 不到十年前的种种经历 感觉上如同梦幻泡影 但又无比真实 一幕幕的是 无比清晰地在眼前划过 林墨宇好像重新经历了一场 只属于自己的人生 气息也在回忆中发生着变化 似乎再度变得沉默 事实上 林墨宇只有面对安塔瑞斯 宁依依 孟安文等人时 话才会多点 对着别人人如其名 沉默不语 直到脚步声响起 林墨宇才从自己的加快中苏醒过来 宁依四人回来了 他们就像是说好的一样 一起走一起回 此时距离林墨宇出发的时间 还有五天 林墨宇又度过了温存的五天 将来再有这样的日子 也不知道多久 五天后 四人围在林墨宇的身边 眼中流露着浓浓的不舍 宁依依的眼泪不争气地掉下来 精致的鼻子不断地抽动着 其余三人差不多也是如此 这几年间 几人的感情已经很深很深 分别在即 都很不舍 林墨宇替几人擦去眼泪 不用掉眼泪 你们就睡一觉 等睡醒了 我们就不用分开了 进入沉睡之关 几个人会陷入最深的沉睡 直至被林墨宇再次唤醒 对于宁依依四人来说 就是睡了一觉那么简单 哪怕千万年 也只是弹指一挥 一梦千载 我知道 可我还是忍不住想哭 宁依依声哽咽 小小心脏很难受 书涵在林墨宇耳边轻声说道 大世界很危险 夫君一切都要小心 墨运和仙木木 一左一右抱着林墨宇 同样叮嘱着 夫君行事要千万小心 放心吧 你们好好睡一觉 等卫夫唤醒你们 林墨宇一字一句 铿锵有力 此言便是沉默 温存了一阵 中道分别之时 林墨宇取出了沉睡之关 灵魂力滚滚而动 激活了沉睡之关 在沉睡之关中 拥有一方天地 这方天地时间空间全部静置 进入其中者就会陷入昏睡 四人没有抵抗 直接被收入其中 林墨宇可以感应到 在沉睡之关中 四人已经昏睡过去 把沉睡之关收入灵魂世界 放在自己灵魂本体面前 轻叹了口气 林墨宇离开了庄园 一股伟力从天而降 笼罩住了庄园 世界之力包裹了庄园 没有林墨宇的允许 谁都别想进入 就算是超神九阶来了 也别想入内 他是世界之主 这个世界他说了算 林墨宇拿出龙铃 打开时空通道 在最后看了一眼 人族世界后 转身走进了时空通道 亘古战场 下层空间 林墨宇来到了神下古城 神下古城 其实就是诸神堡垒 是大世界中 一种比较有名的战争兵器 诸神堡垒全力发动 可以诛杀真神境界的强者 威力非同小可 落在这里千年 实在是大才小用 若是以前 他的存在 还能成为人族 在下层空间的基地 现在龙族和深渊恶魔 都已灭亡 神下古城的作用便大幅度减弱 求鲜花 林墨宇到来后 手中出现了古雷外塔 内外双塔沟通 林墨宇的力量进入外塔之中 以外塔控制内塔 林墨宇眨眼间的功夫 就把整座诸神堡垒 掌控在手中 力量持续灌注其中 诸神堡垒开始剧烈震动 接着 正在城里的人 同时眼前一花 已经出现在城外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 诸神堡垒拔地而起 古雷塔从堡垒中升起 诸神堡垒在空中变换着形状 迅速收缩 整座诸神堡垒 最终变成了高度不过十米 宽直有五米的塔形 和古雷塔一模一样 下一秒 诸神堡垒的肩部 出现了时空通道 诸神堡垒化作流光 钻进了时空能道 消失不见 所有人都愣住了 在这方大地上 树立千年的神下古城 就这样飞走了 一座城变成一座塔飞走了 这话说出去 谁会相信 乖乖 这是怎么了 神下古城怎么会飞走了 太不可思议了 怪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真是见鬼了 众人议论纷纷 但根本得不到正确的答案 林墨宇站在塔中 驱动着古雷塔穿梭空间 朝着安塔瑞斯所在的地方飞去 以林墨宇现在的实力 还无法发挥出 诸神堡垒的全部力量 但仅是用来赶路 却是够了 化成塔状的诸神堡垒 拥有穿梭空间的能力 十分好用 林墨宇身为诸神堡垒的主人 操纵起来十分方便 只需要动动念头便足够 转眼间的功夫 诸神堡垒已经来到了上层空间 以惊人的速度 飞向安塔瑞斯所在 速度目前看来 比我全力施展王林之义更快 只需要一点力量 就可以发挥出惊人的速度 这还只是在小世界里 诸神堡垒真正发挥速度的地方 还是要大事件 林墨宇在心中评价对比 王林之义虽然快 但需要消耗灵魂力 灵魂力不是无穷无尽 能省则省 诸神堡垒则不需要 它能从空间中 汲取所需要的能量 只要不是大战 仅仅用来赶路 它汲取过来的力量 就足以支撑 十秒后 诸神堡垒来到了 安塔瑞斯所在的地方 林墨宇显露出身形 同时把诸神堡垒收了起来 像诸神堡垒这样的战争兵器 层次极高 不需要的时候 可以收入灵魂意 缴第873 给你最后杀我的机会 我要走了 林墨宇和安塔瑞斯 大眼瞪小眼 从安塔瑞斯的眼神中 林墨宇同样看到了不舍 自己的朋友不多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 安塔瑞斯的朋友更少 只有林墨宇一人 安塔瑞斯虽然有着不舍 可嘴巴里却不是如此 滚吧滚吧 你滚了 老子也能睡个好觉 林墨宇微微一笑 你还要多久 安塔瑞斯说道 快了 再有的一两百年 就差不多了 林墨宇点头 到时候来找我 到时候你可不能太弱啊 老子也是要面子的 有这么一个弱小的朋友 说出去丢脸 安塔瑞斯晃着脑袋 闷声闷气地说 道 林墨宇伸出手 在安塔瑞斯的脑袋上 轻轻拍了两下 放心吧 不会让你失望的 零四六三走前 再给你一次机会 杀我一次 我怕以后你就没机会了 安塔瑞斯黑黑笑了 一口炽烈的龙溪 喷到了林墨宇身上 时空通道开启 林墨宇直接被龙溪 喷进了深层空间 林墨宇浑身被龙溪包围着 天赋的紫色 还没有完全消退 安塔瑞斯这次动用了 真神六阶的力量 直接让亡灵持续崩溃五次 进而激活了林墨宇的天赋 在林墨宇步入超神后 仅用真神五阶的力量 已经不足以让林墨宇激发天赋 至少要真神六阶才够 林墨宇明白 安塔瑞斯是在告诉自己 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也告诉自己 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真神六阶 用两击就能杀死自己 如果换成真神五阶 就需要三击 这一击是安塔瑞斯最后的馈赠 林墨宇展开亡灵之翼 双翼震动 风驰电撤般朝着星光古道赶去 数分钟后 林墨宇赶到了星光古道面前 沼泽依旧还在 只是里面不再有沼泽巨蜥 深层空间自有规则 死在里面的怪物 在一段时间后也会重生 与人族世界的规则有些相似 但又互相独立 沼泽巨蜥在过段时间后 也同样会重生 远远的 林墨宇就看到莉莉安 莉莉安站在星光古道面前 似乎正在与守门傀儡对峙 莉莉安并没有硬痛 守门傀儡手握刀剑 也没有进一步动手 只是警戒着 见到林墨宇的气息 莉莉安紧锁的眉头逐渐松开 清冷的脸庞上露出一丝淡淡笑意 你终于来了 据你终于来了 仿佛是等待多时的情侣 再配以莉莉安美丽容颜 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 林墨宇毫无表情 来到莉莉安面前并没有说话 只是轻轻地恩了一声 以示回答 这一刻 他仿佛又回到了曾经 变成了那个不爱说话的人 妻子们沉睡 告别了亲朋好友 即将要去陌生的地方 林墨宇微微有些孤独 气息也有些低沉 相反莉莉安 因为即将进入大世界 天高任鸟无飞 他整个人显得极为轻松 平时清冷无情的脸上 此时也挂上了一丝笑意 至于守门的傀儡 他丝毫没有担心 林墨宇朝着傀儡抱拳 前辈 我们想进入星光古道 傀儡说道 你可以进去 但他不可能 莉莉安盯着傀儡 面露冷笑 你挡得住我吗 傀儡笑了一声 你可以试试 他镇守在星光古道 已经不知道多少年 像莉莉安这种 才超神一阶的小家伙 竟然想要闯进去 根本就是去送人头 再看看林墨宇 也只有超神一阶 傀儡说道 我告诉过你 不到超神三阶 就不要去星空古道送死了 莉莉安还要说什么 林墨宇看了莉莉安一眼 示意他不要说话 莉莉安回了林墨宇一眼 意思是 这次给你面子 林墨宇说道 多谢前辈提醒 我们应该不会有事 傀儡说道 我只是好意提醒 并不是阻拦你 你如果一定要进去送死 随便你 至于他 并非本土生灵 按规定是不能进去的 除非 林墨宇问道 除非什么 除非能打败我 看到我身后的星空古道了吗 古道没门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只要能进到里面 我就不会拦着 傀儡指了指身后 在他身后 确实有一条 由星光交织而成的道路 入口并不大 被傀儡挡住了八九成 傀儡只管守门 只要能进入其中 就不归他管了 现在的情况很明确 要么打败他 要么就杀了他 再就是退走 不要硬闯 林墨宇并不知道傀儡的实力 不过上一个时代的人能闯过去 林墨宇相信自己也没问题 他和莉莉安之间的合作 还没有完全结束 送莉莉安进星光古道 也是合作内容之一 林墨宇不会食言 说道便要做道 前辈 得罪了 林墨宇轻贺一声 双手微微发光 不死法则应声而出 朝着傀儡飞去 骷髅身上同样升腾起法则 将之笼罩了起来 傀儡全身发出铜色光芒 微微泛着暗红 没用的 本傀儡所使用是铜铁法则 全身坚硬无比 足以挡住超神五阶的攻击 你这个超神一级的小家伙 话音没落 傀儡猛地发出一声怪叫 林墨宇的不死法则 已经来到傀儡身上 傀儡身体上的铜色光芒 迅速发生变化 原本亮如黄金的铜身 瞬间变得暗淡 眨眼间的功夫 铜身表皮竟然开始腐烂 外壳腐烂露出了内部的结构 铜身铁骨 再配合上铜铁法则 傀儡在防御方面 确实很强 可惜 他的法则正好碰到了 林墨宇的不死法则 不死法则表达出了死亡的一面 万物都将陷入死寂 傀儡的铜皮迅速被腐烂 里面的铁骨也遭了殃 傀儡大声吼叫着 你这是什么法则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你不是超神一级 你绝对不是 但林墨宇要的也不是傀儡的惨叫 原来是灵魂攻击 没用的 没用的 傀儡周身的时间法则出现了变化 时间迅速加快了许多倍 不死法则在时间加速的作用下 威力更胜 迅速在傀儡身上 烂出一个又一个大洞 不可能 这又是怎么回事 你的到底是什么法则 他的声音中出现了一丝惊恐 第874 星光古道 无形的法则影响 林墨宇知道 傀儡认不出时间法则 时间法则太过高端了 属于最顶尖的法则 不是烂打街的货色 安塔瑞斯能认出来 星空巨数能认出来 不代表别人也能认出来 傀儡的实力也不过是超神阶 只不过 他用了特殊材料炼制而成 十分坚固 就算是超神九阶 都不可以对他造成伤害 是以他很骄傲 什么都不怕 可是现在 不死法则破坏了他坚固的外壳 打烂了他的骄傲 他变得惊慌 手足无措 林墨宇没有进一步动手 而是淡淡说道 前辈 你现在可以让开了吗 林墨宇看得出来 傀儡的材料确实特殊 如果现在不再受伤 可能过段时间就能恢复原状 林墨宇并没有把事做绝 留了一线 傀儡有智慧 会思考 拥有自我意识 只要拥有自我意识者 就不希望面对死亡 并非怕死 能有选择的情况下 必然是选择活下去 傀儡喃喃说道 我就是个傀儡 我就是个看门的 说着 当人不让地退到了一边 让出了出口 林墨宇也在此时收了手 没有不二十无死法则的腐蚀 傀儡身上的伤口 就开始逐渐恢复 傀儡看着林墨宇 你比上个时代的那些家伙还厉害 从头到底他都没能出手 全程被林墨宇压制着 手中的刀剑成了摆设 相较上个时代的那批家伙 林墨宇显得更加可怕 林墨宇微微一笑 谢谢夸奖 比上个时代的职业者还厉害吗 林墨宇心里有数 事实确实如此 他并非自负 上个时代的人 并没能成为世界之主 而且上个时代 做出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让他们这个时代变得悲惨 若是出去后碰到了 一定要问个清楚 星光古道 如其名 真如星光交织而成 大世界的万道星光飞射而来 交织成了一条绚烂通道 林墨宇在通道中 能感觉到来自大世界的伟丽 这是种难以言喻的力量 辉弘 磅礴 身处其中 让人感觉到了渺小 在林墨宇后面 一对美眸闪动着金光 有些复杂 莉莉安先前还以为 林墨宇会和守门傀儡 好好打上一场 没想到会是如此结果 林墨宇用一种 他都无法理解的手段 解决掉了守门傀儡 应该说 让守门傀儡知难而退 自动认输 他看得出来 林墨宇其实完全有能力 杀死守门傀儡 但是他有分寸 并没有这么做 能杀死守门傀儡 要杀死自己 应该也不难 莉莉安已经完全看不透林墨宇 林墨宇感受到了莉莉安的目光 有什么问题吗 莉莉安收起目光 转而打亮星光古道 这里充斥着各色星光 色彩斑斓 十分美丽 他也同样感受到了一种渺小感 莉莉安亲生说道 我们已经进入了大世界的范围 你应该感受到了大世界的气息 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 林墨宇恩了一声 确实如此 大世界的气息还很微弱 但渺小的感觉却十分强烈 这种强烈 让林墨宇有种不适感 莉莉安亲生说道 无论是谁 只要能达到超神 从小世界踏入大世界的强者 都很自负 所以 当他们踏入大世界的时候 大世界就会给他们一记下马威 让他们知道自己是渺小的 是威不足道 要对大世界保持敬畏 林墨宇停了下来 侧过头看了莉莉安一眼 你怎么知道的 莉莉安显然和自己一样 刚刚进入星空古道 还没有真正进入大世界 怎么会知道这些 莉莉安沉生道 我自然有知道的途径 这不在我们合作的范围内 我无需告诉你 林墨宇知道 莉莉安身上肯定还有许多秘密 不过莉莉安没有说 她也不可能追问 两人只是简单的合作关系 林墨宇甚至都不在乎莉莉安的死活 她现在只是把自己答应的事 做完就了事 至于以后会怎么样 莉莉安会不会一出去 就被人杀了 她都不关心 两人再度陷入沉默 林墨宇一言不发 继续前进 星光古道很长 林墨宇走了小半天 也没有走到尽头 傀儡曾经说过 星光古道并不安全 只有达到超神三阶 才有把握通过 可他们走了半天 并没有碰到危险 眼前除了色彩斑斓的星光 什么都看不到 隐隐地出现了一种压抑感 这种压抑感一出现 就开始不可控制地滋生出来 心情开始变得烦闷 星光古道无比安静 可越是安静 越是让人感觉到烦躁 各种不好的念头涌上心田 林墨宇想要发泄 把心中的烦闷 全部发泄了出来 下一秒 林墨宇便意识到了不对劲 双目中有雷霆闪过 灵魂世界顿时发出一声轰鸣污 九彩龙魂精 发出嘹亮龙吟 烦躁一扫而空 思绪重新恢复清明 林志宇感到一阵后怕 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觉中着了抖 受到了影响 这个手段极为高明 再看莉莉安 此时莉莉安眼中闪烁着红光 明显已经受到了影响 她好像在压抑着内心的躁动 拳头紧紧握着 胶躯也在颤抖 从她的表现来看 她能意识到自己不对劲 但就是无法控制 别动 林墨宇一直点莉莉安的眉心 一股无463形的力量 侵入了莉莉安的灵魂世界 莉莉安只感觉自己灵魂中传来一阵刺痛 接着有龙音在灵魂中响起 胶躯剧烈地颤抖起来 所有烦躁一扫而空 双目红光消退 恢复了正常 莉莉安常常松了口气 谢谢 林墨宇微微一笑 还没把你送出去 我会保证你的安全 意思是 合作还没结束 林墨宇不会看着她去死 莉莉安问道 这是安塔瑞斯大人教你的手段吗 林墨宇没有回答 你有秘密 我也同样有 林墨宇不可能把九彩龙魂精的事告诉她 莉莉安也识趣 没有再多问 这算是第一关 两人已经闯过 林墨宇细想了之前发生的事 无形的法则 能影响灵魂 从而迷惑心智 超神一阶很难抵抗 如果超神三阶的话 则会好很多 虽然依旧会受到影响 只要意识到了 就能慢慢消除影响 刚才如果没有九彩龙魂精 自己也能消除掉 对灵魂的影响 只是会麻烦一点 莉莉安就难了 或许她也有相应手段 林墨宇懒得去了解 又走了会 眼前忽然出现了无数光点 光点充斥着整个通道 在眼前迅速放大 光点如同一记记重拳 重重地砸了过来 第875 谁敢骑我人足后背 星光化作无数拳头飞来 密密麻麻覆盖了整座通道 必无可避 这是星光古道的第二关考验 林墨宇能感受到 拳头上的力量并不强 也就是超神二阶的水准 若是超神三阶 应对起来不会太难 可若是超神一阶 再联系起刚才影响星智的无形法则 若是没能恢复过来 怕是现在会冲上去 和这些拳头大战三百回合 结果极有可能就是立即而亡 林墨宇注意到了莉莉安的脸色 轻声道 站我身后吧 莉莉安丝毫不带犹豫地 直接站到了林墨宇身后 以她对林墨宇的了解 只要林墨宇说了 就必然能做到 林墨宇直接迎向拳头 继续向前走 在莉莉安惊讶的眼神中 拳头落在了林墨宇的身上 却如同泥牛入海 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林墨宇身上闪烁着微微白光 不起眼的白光 挡住了所有攻击 莉莉安瞪大了眼睛 林墨宇的术法很古怪 她无法理解 但不可否认的是 林墨宇所有的术法都很强 在莉莉安的震惊中 林墨宇一步步停留 继续前进 星光再度出现了变化 化成了无数刀剑 飞射而来 攻击力也变得越发强大 开始接近超神三阶 达到超神镜后 每提升一阶 攻击力就会相差很多 哪怕同样是超神二阶 刚刚成为超神二阶 可已经达到超神二阶巅峰 实力同样会差很多 力量的跨度变得越来越大 但无论星光怎么变强 对林墨宇来说 都如同脑痒痒 别说超神二阶 即使是超神五阶六阶 林墨宇也无所谓 林墨宇肉身成盾 挡住了所有攻击 这一刻 莉莉安眼神中的林墨宇 似乎变得高大起来 她的后背 仿佛成了可以遮风避雨的高墙 莉莉安看向林墨宇的眼神 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这种变化 连莉莉安本人都没有发现 终于 所有的攻击消失 林墨宇看到了星光古道的出口 一堵绚烂无比的光影之墙 只要穿过这堵墙 就真正进入了大世界 在星光古道里 虽然已经能感受到 来自大世界的力量 但还是没有真正进入大世界 林墨宇在出口前停了下来 离开这里 我们的合作就结束了 听到这句话 莉莉安心中莫名的一空 微微有些失落 不过她很快就反应过来 把不该有的情绪抹掉 用她清朗的声音说道 大世界很危险 希望我们还会有再见之日 林墨宇笑了笑 我可以把你的话 理解为一种祝福 随你怎么想 让开 让本皇先出去 莉莉安秀眉一紧 瞪了林墨宇一眼 林墨宇让出了通道 谁第一个出去 并不重要 莉莉安手中出现了一团光 这团光的中心 是一座缩小版的宫殿 宫殿被绿色的火焰锁笼罩着 魔皇宫殿 林墨宇亚然 难怪当时传来消息 魔皇消失了 连魔皇宫殿也不见了 没想到魔皇宫殿还能缩小带走 显然这座宫殿 也是个品阶不低的器具 莉莉安手握着魔皇宫 离开了星光古道 林墨宇也跟着走了出去 画面变幻 一离开通道 就感觉到了树谷强大的气息 强烈的威压在肆意蔓延 每一道气息都是一尊强者 林墨宇心中一紧 没想到星光古道外面会有这么多强者 接着他亲眼看到 莉莉安一头钻进了魔皇宫殿 魔皇宫殿就像是星光闪烁了一下 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早就猜到 莉莉安肯定早有打算 现在看来果真如此 一离开星光古道还不到半秒 莉莉安便消失的无影无踪 莉莉安动作太快了 连星光古道外的强者都没有反应过来 莉莉安前脚离开 后脚一股股庞大的威压 从天而降落在了林墨宇身上 林墨宇感觉浑身一沉 思维也出现了一瞬间的迟缓 被摆了一道啊 林墨宇想着 难怪莉莉安要先踏一步出来 对于落在身上的威压 林墨宇并不在意 虽然很强 但最强的也不过是真神一二阶的水平 如果他要走 这些家伙拦不住 目光扫过去 终于看清了环境 身处无边星空 璀璨星光从四面八方射来 在自己身后 是一团迷雾 星光古道早就消失 这团迷雾之中 就是自己原先的世界 自己的世界隐藏的迷雾之中 受到大世界法则的保护 显得很安全 他看到了许多强者 各个种族的都有 他们站在星空之中 顶天立地 林墨宇可以分辨出来 这些强者大部分是真神 但并不是很强 都是真神一二阶的存在 在这些真神后面 还站着一些超神级强者 显然都是这些真神的后辈 他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自己 似乎对自己很感兴趣 被至少十几个种族的强者盯着 林墨宇很不自在 这时大世界的灿烂星光照射而来 林墨宇感觉自己的灵魂世界 忽然震动起来 许久没有动静的天赋巨数 忽然开始生长 大世界法则洗脸 安塔瑞斯曾经说过 从小世界进入大世界 会经历一次大世界法则洗礼 天赋会在洗礼中增强 这是一次绝佳的机缘 可以大幅度提升实力 甚至有机会 让灵魂更进一步 从三品提升到四品 林墨宇的灵魂 已经触碰到了三品与四品的界限 在洗礼中突破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下一秒 又一道强大的力量落下 隔绝了星光 所有的变化也戛然而止 强者 至少是神王级的强者 林墨宇暗自心惊 大世界的法则 可不是轻易就可以阻隔的 有能力做到这一步 至少都是神王级的存在 甚至有可能是神尊 这股力量笼罩着自己 敏锐的灵魂告诉林墨宇 对方并没有恶意 所以林墨宇也没有反 马王好 抗 随着这股力量降临 同时还有清脆的灵魂之音响起 谁敢起我人族后辈 林墨宇认出了这个声音 赫然就是在世界核心处 见到的那名女子 目光看去 果然是她 轻力的身影 如仙女一般 踏着星光而来 在她身前 还有一尊伟岸的存在意 林墨宇一眼就看出 这是位神尊 是和剑蓝神尊同样强大的存在 正是这位神尊出手 隔绝了大世界法则 对自己的洗礼 即来之则安之 林墨宇并没有出生 只是静静看着 在她们到来 女子出生之后 那些落在自己身上的威压 全部向老鼠见了猫般退去 林墨宇觉得好笑 原来大世界的强者 同样欺软怕硬 谁拳都大谁就有理 这个规则在大世界依然通用 人足又如何 这里可不是你们的底盘 魂后的灵魂之音响起 恐怖力量席卷星空